Beg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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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記得《一集娛樂先前報導 that 核漲和大安那核養的狗兒子Begie 走失的消息嗎 新聞播出一個小時後 這隻狗找到了 在電視新聞播出之後的一個小時之內 我們就找到那個富人了 就看到斃小雞很高興 很輕鬆很 Relax 的躺在別人的床上 很開心 那我們都快急死了這樣 然后真的很高兴可以找到她 就在新闻播出的当天晚上 抱走BG的妇人和戴安娜 相约警察局领回BG 戴安娜也当场送给妇人 当初承诺的三万元赏金 有一个番外篇就是 我们那时候张贴三万块的赏金 然后其实这个妇人呢 她刚好自己的儿子得了重病 需要三十万的医疗费 那这三万块其实对她来说 真的帮助蛮大的 好是一件可爱的BG 总算重回主人怀抱 一电视综合报道